小胡子你好 我打算10万买车 去看了奇瑞瑞虎7plus 还有第二代长安55plus 请问哪个好 省心省油耐用 谢谢 我想问一下粉车朋友和老铁啊 如果让你选择10万块钱 你会选择这个瑞虎7plus呢 还是说第二代长安55plus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有没有买过 开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帮助帮助他给他个建议 到底哪个好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谢谢 其实呢 这两款车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啊 表面一瞅 很多差不多 其实非常大 我们赚钱都不容易 千万不要选错了 毕竟呢 我们老百姓 花10万块钱左右买个车不容易 一定要看好三大件 然后再看别的 先有人买车 第一就上来就看配置 看这个内饰 看再看那 没有用 10万8万块钱买车 第一看就是发动机 变成像底盘三大件 哪个能用住 哪个靠谱就选哪个 毕竟你开个三年五年之后 发动机变成像质量可靠度 要比什么都重要 对吧 我们的具体分析一下 这辆车到底哪个自动拥有 都是我们国产的一线品牌 口碑都很好 卖的也都不错 先说一下 旧瑞 瑞瑞瑞虎7plus 定位紧凑极的一个SUV 是TEX平台打造 和瑞虎8 瑞虎8plus 都是一个平台的产物 平台美毛的挺好的 并且顶配拥有 辅助驾驶系统 下面都没有了 优惠完呢 是8万到12万 分地区 动力上呢 有1.5T和1.6T版本 你10万块钱 就可以买到1.6T了 并且是 旗瑞这种研发的 1.6T直盆无论在压发动机 质量是非常好的 这个你不用行事 厂家自保百万公里 非常棒 自保终身 匹配的是一个 格特拉克的 7挡的44双离合变数箱 格特拉克啊 它是专门生产 双离合变数箱的 以为主的 那么世界上 生产变数箱的 拥有三个 一个是 日本的爱信 再也就是 德国的财富 还有就是这一个 德国的格特拉克 他俩的那两个呢 专门生产AT 而格特拉克呢 主要生产这个双离合 所以说变数箱质量 在双离合里面 质量也是非常优秀 非常好的 这个1.6T呢 扭矩达到了290 马力达到了197 可以说拉动这个车呢 动力上 你是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前脉幅性 独立犬挂 后面是多连杆 而独立犬挂 都是冲牙丝铁的那种犬挂 这个价位 不可能 跟你上铝合金的 也是 车身与这个 百臂 接触的地方呢 也是这个 用的这个橡胶 秤套啊 他也不可能 跟你用这个 液压秤套 那个层门高 他俩的 他俩的区别 当然呢 液压秤套 更加舒适 过减速带呀 坑包地带呀 它更加舒适 更加减少这个震动 所以车内就舒适 而这个橡胶秤套呢 他便宜一些 他不是那么舒适 而且会有老化的状态 现象 橡胶嘛 液压的这个呢 他相对比较贵一些 成本高一些 一般都用在 十五六万 二十万以上的车型上 十五万以下的 基本上不会使用 再说一下第二代的 成安55plus 和这个第一代的 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代 他们都是搭载 1.5T的发动机 第二代增加了8马力 以前是180马力 第二代增加了 增加到188马力 就这个区别 别的嘛 没有什么区别了就 基于南京港 NE平台打招 也是顶配 才有辅助驾驶系统 因为车便宜嘛 只有顶配给有匹配 下面都没给匹配 又会往九万到十二万 分地区 两台车的价格呢 几乎都是相同的 但是它只有1.5T可以选择 没有1.6T 就在一个动机种程 这个第二代的南京 1.5T直盘无论 加发动机 它这个热效率达到了40% 也是很厉害的 1.5T里 国内能做到这个这么好的 确实是 常来人可以说是 首屈一指的了 扭矩达到了300 马力达到了188 不可小觑啊 很厉害的 你要知道 本田地球梦那款1.5T 它的扭矩才260 就是雅阁身上那个1.5T 它才260的扭矩 马力才194啊 而技术也很牛的 热效率40% 也很牛的 你要知道 增长1% 2% 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这个热效率 那不是说这么简单的 变速箱采用的是 重庆青山的 7档14双离合 获得了全世界的 10家变速器的一个荣誉 前麦夫逊 独立狙挂 后面是多连杆 独立狙挂 和日虎7PLUS都一样的 也是用在冲压式的 这个铁的这个旋挂 也没有这个 液压称套 都是普通的那种橡胶称套 那么我们就对比一下 这两款车的三大件 哪个更好 底盘旋挂 先出发动机 两个车都是 技术很牛的 动力上都很强劲的 发动机 只不过是日虎7 它有1.6T可以选择 变速箱来讲呢 也是骑日虎7的 格特拉克的7档14双离合 好一些 那么底盘悬挂方面 两台车都不错 质感方面 两台车现在都很好 都不错了 一花等号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这两台车的这个 驾驶感受有什么不同 日虎7PLUS 动力是非常好的 只要你舍得给 油门踏板 动力非常凶猛 非常好 只要动力 转速表超过2000转以后 动力可是非常澎湃 推背感十足 而且质感也是非常好的 但简直调教的 还是偏硬 但是它的底盘质感 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在同一别里面 我认为 动力综合使用考虑 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上当水平 而这个长安5W PLUS 它调教的动力 并没有那么猛 而调教的偏舒适 调教的偏平顺 升档不是那么太积极 所以说油耗方面 这两台车呢 还是日虎7PLUS 更加的节油 更加的省油 并且动力更加充沛 车里整台车的质感 底盘质感方面呢 都不错 而类似用料质感方面 装顾车的工艺方面呢 还是长安更好一些 这个旗运呢 粗糙一些 但动力上呢 肯定是奇瑞好一些 就是这样 油耗呢 是奇瑞 更加低一些 两台车都可以 都不错 随便选择 其实三大件呢 更主要 什么内似什么的 别的都不重要 是吧 我认为这个价钱的车 它不像高档车 豪华车 都得全面去考虑 对吧 那有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 在那款车里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